为了帮助弱势经济家庭 中华民国洪德置业协会和县委员林平阳 最近是在寿丰乡的国盛庙举行了 秋季寿丰乡关怀爱心物资监政活动 在双十临家期间透过洪德置业协会的帮忙 把生活物资从中部带到花东 要帮助更多偏乡地区经济弱势家庭 一大早就有百位乡亲来到寿丰乡 国盛庙前排队领取生活物资 这次的活动是由县委员林平阳乙介 位于台中的中华民国洪德置业协会 载着三百份的生活物资翻山越岭来到寿丰乡 多样的生活物资希望能够在疫情过后 帮助到经济受到冲击的乡亲 这些物资将近三百份送来我们寿丰乡 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也冲击到很多家庭的经济 这些物资也特别让我们这些乡亲 能够一解燃眉之际 也帮助到很多的一个家庭 我们也期盼各界能够持续关心我们整个花蓮县 让我们物资都能够来到花蓮县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 中华民国洪德置业协会理事长也表示 将生活物资载到花东来赠送已进入了第九个年头 希望凝聚各界的爱心物资 把关怀投注在更需要被协助的民众身上 让爱得以延续 彰化来到台东花蓮已经第九年了 有在这个后山花放物资 然后就经过很多公庙的邀请 我们的物资来自于各单位的公庙 有的是普通玩的 有的是就是看到我们有FV 有在做这个爱心活动 都自动跟我们联络 所谓很多那个这种善性大德 然后跟我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而我们的宏德就是秉着说 把别人的爱心 我们一起把它送到需要帮助的家庭这样子 使大家能够生活更安定舒服 国圣庙前摆满了11种生活物资 将发放300份 目击到的总物资达到3300样 为了让民众可以顺利的领取物资 多位村长也协助民众搬运 在寿风派出所所长的交通指挥下 让整场发放物资的活动得以顺利圆满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我到